欢迎收看十点关键时刻 我是雷宝洁 我们之前谈过 从所有的民调上看来 马恩就跟蔡英文的支持率 几乎是用咬在一起来形容 就像卷麻花一样 难分胜负 那当然 在这样三强鼎立的状况下 宋楚瑜他到底能够挖到谁的票 他到底抢到谁的票比较多 他就有可能左右这一场的选局 可是没有想到 宋楚瑜这个 在这一场选战最大的变数 他自己都变成变数了 因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到底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放弃美国籍的程序 有没有完成 他到底能不能选下去 现在都是一个大问号 大家就要问啦 你宋楚瑜在台湾政坛那么久 他这么精明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说 他副手的国籍问题 会被对方抓出来打呢 因此他特别选出 这个有美国籍的副手 到底是不小心 还是故意的 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五位来宾 第二位大家非常熟悉的 资深媒体人马信平 信平你好 宋楚瑜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专门办理美国移民事务的 朱淑英 淑英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的媒体人 黄创夏 宋楚瑜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黄敬平 宋楚瑜好 国际平好 晚安 第五位是温生 宋楚瑜好 各位好 我们看现在当清明党 原来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的美国籍 还没有放弃完成 他们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你放心啦 没问题的 询问电话接不完 还把新闻稿贴在电脑前照本宣科 毕竟宋楚瑜副手林瑞雄 爆出美国籍可能还没放弃 正是让外界大傻眼 事实上 27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在AIT应有的程序 那么这个接下来就是等 美国国务院回复 基本上没有特殊的状况 他就会同意 自家人超放心 但要放弃美国籍 可没这么简单 根据AIT网站的公告程序 第一次轻负AIT不用预约 在领事官询问放弃理由 接着说明后果提供书面后 如果真的决定放弃国籍 得要准备国务院指定文件 然后预约面谈 再宣示放弃美国籍 并且要缴交一万三千多元后 才只是进入法定程序 接着公文旅行 先由美国进行审核 查明当事人是否有欠税 或施法案件 都过关后才以书面通知 这样的契机程序光 来来回回就得花上好几个月 不过林瑞雄才去一趟AIT 就直接宣布 美国籍已经没有 有这么容易吗 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了以后 美国国务院不会 不会说没有啊 不随对手随之起舞 关键人物林瑞雄更低调 整个人神隐要到24号登记参选 才要现身说明 到底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到时就会见分晓 东西文蔡玉玲 徐家康台北长报导 宋楚瑜要不要选 变成这一次总统大选最大的变数 而宋楚瑜能不能选下去 又变成了这一场选战的最大变数 那大家其实现在要问的是 他到底能不能选 要不要选 这到底是一个无意的 不小心的差错 还是说这一开始 就是宋楚瑜精心的安排呢 不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可能发现这样的 一连串的错误 好那习平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 小英跟马英九咬得这么紧 如果宋楚瑜这个变数发生的话 哇那真的是这一场选战 最好看的好戏了 所以现在可以用一句话形容 千一宋而动全身 好现在宋楚瑜的动见观瞻 我们先来看一个民调 宝洁 这是电子媒体 在11月16号做的民调 这个民调注意 马无配39 英家配39 平手宋楚瑜是9 好现在这是16号的民调 我们来看今天公布的民调 马英九43.2 蔡英文37.6 差到了将5.6 将近6 突然间从39 你注意看到没有 6天 缺口开始出现了 马英九本来一直往下 然后这个蔡英文一直往上 现在开始马英九往上 蔡英文往下 39 它是往下 现在最后一个就是千一宋而动全身 究竟宋楚瑜能不能选 那宋楚瑜能不能选的关键在于林瑞雄的双重国籍的问题 那么当然第一个林瑞雄有双重国籍 这事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么9月20号宣布林瑞雄为副首 好 今天我要跟他 因为反应传言太乱了 我今天下午跟宋先生那边通了电话 对 第一个9月27号到AIT去 AIT去问他 你是不是自愿的 我自愿放弃 当天就宣示了 注意当天就宣示 而且领到宣示的证明书 不过我一直也觉得 其实亲民党应该要把宣示证明书拿来公开 因为宣示证明书现在是最重要证明书 你9月27号我确实宣示了 这是宣示证明书 第二次见面 大家都一直没搞清楚 第二次见面10月初 10月初见面的时候 又问了一次 你是不是自愿的 是自愿的 所有表格交出来 交了一个最重要的 规划证明书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 原来要交这个东西 原来林瑞雄有规划证明书 一定要交还 才能送到国务院去办 林瑞雄在10月初 把规划证明书交还之后 就送到国务院去 当时有问说 多块 国务院说 因为你是退休人员 所以你没有税务的问题 那你也没有国安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没有从机闭的工作 那么你的这个应该会很快 一个月 当时AIT有给亲民党 所以亲民党就很放心 结果我现在讲 确实过了一个多月 东西国务院还没回 这才是最关键的 就是现在东西确实 国务院还没回到AIT 那么现在 宋正英决定 24号要去登记 登记之后 就是变成你 选委会 给个文给外交部 外交部给个文给AIT AIT老板转国务院 国务院回来 说宣誓就放弃国籍 OK 我们就有三组人马 如果说 现在程序还在进行中 我们就是两组人马 所以现在还是个悬案 究竟宋楚瑜 能不能选 现在成为这个选举 最大的变数 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我们看到这个战胆 是谁自己埋下来的 宋楚瑜自己埋下来 我们刚才提到了 林瑞雄有双重国籍 宋楚瑜知不知道 知道啊 当时他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质疑了 那我们要问的是 你明明知道 他有双重国籍 你干嘛还找他 你是9月20号 公布出来的 你为什么不9月20号 当天马上就去办 你要拖到9月27号 而且我们都知道 你到了AIT去宣誓 那只是你放弃 美国籍的开始 而不是结束哦 那个过程里面要美国国务院的同意哦 那你现在 以宋楚瑜的精明 在台湾政坛打滚的经验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好 那这个金瓶 所以大家就在怀疑说 你宋楚瑜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你是不是本来就要把大家 玩一场世纪的大骗局 现在宋楚瑜把这个所谓的提出说 你国民党过去 自己也有曾经这样子过啊 我们拿出证明合理啊 对 这虽然是宋楚瑜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是你今天看 宋楚瑜对他自己的副手搭档 林瑞雄这样一个到底有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他现在是说林瑞雄的这个双重国籍 美国国籍的身份 他已经放弃了 他的国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 清明党的发言人 这个台北市议员黄珊珊 他也提到说 在9月26号的时候 他有陪到那个林瑞雄去 AIT递交相关的这个放弃 美国国籍的一个相关文件 而且在AIT这个美国移民官的面前 亲自正式宣誓 他放弃了美国国籍 这是亲民党目前从主席到拜登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美国AIT的一些官员 他自己也有讲到说 双重国籍 尤其是美国国籍 他要放弃的话 涉及个人隐私 当然很多媒体都在问说 AIT到底 我们这个林瑞雄 还有没有这个美国国籍 AIT说 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具体评论什么 因为对于 是不是AIT曾经发出过 确认他 林瑞雄 还有没有美国国籍的这个文件呢 证明林瑞雄是不是已经不是美国公民了 这个问题呢 你必须要去问 林瑞雄先生本人 AIT没有办法去评论他这个个人的隐私 根据AIT的官员讲说 你要放弃美国国籍的话 其实程序相当的繁复 你至少要跑AIT美国公民组两次 第一次你也要跟 那个里面的移民官领事官 做一个预约的动作 你要跟他面谈 然后详细的情况 你要跟他会告诉你说 详细的说明 放弃那个美国国籍的一个后果 然后你要提供详细的资料 然后你要让 那个美国国务院 他一些指定的文件 然后宣示 放弃了美国国籍之后 你还要缴交美金450元 你才能够正式进入 放弃美国国籍的一个程序当中 正式进入程序当中之后 国务院就开始进行 这个放弃美国国籍的一个审查 昨天其实马老师 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说 一来一回 往往反反 那你要调阅申请者的财税资料啦 有没有司法案件的问题啦 等等这些欠税官司 清财无无之后 才同意核准 全部的时间 从好几个月 甚至拖过一年都有 那今天呢 亲民党 宋楚瑜他们 包括黄珊珊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前高雄市市议员 黄绍廷的例子 那很奇怪呢 黄绍廷的例子 宋楚瑜现在拿黄绍廷 究竟是幌子 还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 还是拿石头搬自己的脚 黄绍廷呢 他是高雄市 他曾经当选高雄市议会 第七届的市议员 在2009年4月的时候 中选会接获选举说 黄绍廷他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然后后来就开始去调查 2009年当时5月跟7月 中选会都曾经二度韩文去 外交部以及AIT 去要查这件事情 后来 那个富文回答就说 在2009年的6月跟9月都回复说 确认黄绍廷的双重国籍 的确是在2008年6月13号放弃 但是亲民党当今天 他是在讲说 黄绍廷是宣示当日就放弃 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整理出来 一个很完整 在他2006年12月25号 当选第七届高雄市议员之前 25号就职之前 他其实在12月20号做了一个 前往美国在台协会AIT 办理一个 我放弃美国国籍的一个手续 他也是 如果如同亲民党所说的 林瑞雄也在9月26号 跟黄珊珊培勇 他去放弃的话 可是不是代表 那一天就开始放弃 那只是开始进入程序 集中的一环 到了12月25号 我们知道黄绍廷那时候 2006年他就当选了 当选就职了 到了2007年3月4月 其实当时呢 AIT他到那边 就是黄绍廷很面见 AIT的一些外交官 表示他要放弃美国国籍 然后呢 再隔一年 2008年的6月 然后他才开始签署说 放弃美国国公民的权利的声明 但是资料填写又不完整 所以这样子 光是举黄绍廷的例子 一来一回 他就拖了从2006年12月 到2008年6月13号 美国任肯 他放弃美国国籍的一个时间点 已经拖了一年半 18个月 所以说是不是 申请放弃美国国籍 当天就生效呢 亲民党 我觉得宋楚瑜主席 他很奇怪 2000年的时候 他的副手搭档 张昭雄 他也有这个 就是双重国籍的问题 这次2012年 12年后 林瑞雄也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前前后后 难道宋楚瑜 我们知道 他是在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的 他是在加州大学毕业的硕士 然后到乔志腾大学 他是政治学的博士 金明如他学历这么高 也都是精通外交 国际关系跟政治 他会不了解这些程序 难道他不知道 这个事件的政治后果 跟严重性 他会不晓得吗 今天还把这个 黄绍廷的例子 举出来 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告诉大家 其实时间要拖得很长 还是说 他真的拿这个当幌子 来呼噁我们全国的观众 跟全国的民众 骗大家呢 好我们知道说 这几年台湾这种重要的选举 国家认同 还有这个人的忠诚度 一直是一个被检验的一个对象 我们看到绿营的陈世梦 还有蓝英的 马英九的绿卡的问题 都在选举中变成重要的议题 被对手穷追猛打 宋楚瑜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怎么会提名一个 今天在你旁边的时候 他还是具有 美国籍的身份 你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才有办法取消到 难道国务院是你家开的吗 美国国务院是你可以指挥吗 你凭什么可以决定说 你今天林瑞雄 可以在两个月的时间 就拿到了整个完成 所有的程序呢 好我们当然 美国移民法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法律 它要放弃美国国籍 也比我们想象中 要来的复杂许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了一个 专业的人士输赢 那今天 亲民党特别的点出说 我27号 我到了美国IT 我表达说 我要放弃美国籍 我所有的程序 就已经达成了 林瑞雄就已经不是美国人了吗 照这个程序来走是 他去宣誓的时候 他已经自愿性的表达 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 然后自愿放弃 那在台协会只是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把所有的放弃 国籍的宣誓书 以及国务院的一些表格 那都已经审核过了以后 他会递交给国务院 那在台协会也会给你一个答复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一些 在美国有任何的一些犯罪 或者是有欠税 或是其他的程序全部走完的话 他也会告诉你 大概六到八周 你会得到一个国务院核发的 一个上司国籍的一个证明书 那说你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去宣誓的时候 只是我放弃美国籍的一个开端 也就是开始这个程序的开始 那我确认我已经没有美国籍了 所有的程序都确定了 美国国务院也把你这个人给放弃掉 说你不是美国人了 是要拿到最后的一张 美国国务院发出的证明书是吗 对 那我们通常做放弃国籍的这个案例当中 除了就是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核发的 上司国籍证明书以外 他还必须要去做一个 弃及税的动作 所以我们通常在台湾做这个放弃美国国籍的程序 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你有达到这个缴税的 这个契级税的这个程度 那你就必须要把它接着都全部完成 才会真正的跟美国的政府 以及税务单位做一个彻底的一次的解决 好 那这个所以你先帮我带来的一张 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 美国国务院要核发一个所谓的证明 就是这一张证明吗 对 好那点说今天如果林瑞雄他真正确定说 他已经放弃了美国籍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合法的程序的话 他今天应该把这一张 这一张美国国务院核发的放弃美国国籍的声明 公诸于世 他今天所有放弃美国籍 他不再是美国人的这个事实 才能够确定什么 对在国务院核发的这个上司国籍证明书 按照这个移民法跟国籍法的这个效率来讲 应该是要拿到这个来做一个宗旨 好那所以说今天宋楚瑜阵营 他要真正向国人表达说 林瑞雄已经不是美国人了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 只有唯一的中华民国国籍的话 他应该拿到这一张 那如果一开始他去宣示的那一张申请书 不能代表他已经放弃美国籍 我想他去宣示的同时 其实已经表达他要放弃的意愿 OK那照程序来走 其实这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程序 那如果他能拿到这个 就是就像你们所讲 这是涉及到个人隐私权 任何大使馆 当然都不会公开任何这些资料 那除非当事者愿意提供这些资料 是可以提供的 而且是由国务院核发的 这都是一些正本文件 会亲自在他手上 好那就像刚刚书英提供 我们那个正本文件 这个正本文件 你不要去期待说 AIT会拿出来 你不要期待美国国务院拿出来 因为美国国务院美国AIT 绝对不会想要去干涉到台湾的内政 他拿出来 他一定是怎么样 左右等于说会非常为难 大家一定会质疑他的立场跟动机 那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宋楚瑜阵营 林瑞雄 你们把单据拿出来 你们把证据拿出来 你们把这个文件拿出来 这个社会才能够相信说 你已经放弃美国籍 甚至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说 你放弃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放弃都是 你已经确定是 你是政务官了 你已经确定你有一个好的位置 你才要去放弃美国籍 那如果在过程里面 你有一个过程 故意不让他过 整个大选完以后 你最后还告诉我说 你是美国人 那我们不就完全的被耍了吗 所以创下 现在大家就要问说 这整个过程 宋楚瑜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其实他到底玩真的还玩假的 现在为止 24号登记的时候 到底林瑞雄是不是美国人 变成是 宋楚瑜他们这个阵营 到底是真糊涂呢 还是装糊涂 大家就会质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点太怪了 而这个人选太怪了 我们知道说 先前的时候 宋楚瑜开始找人选 先前的时候 透过张昭雄 林瑞雄就已经参与了 协助去找 这前面两个 斯明德和王雪红 是宋楚瑜自己喊的 没有这回事 找了张喜贤 有旁人见了两次张喜贤 出去了 不要 找了成为张 不要 最后呢 林瑞雄积极地去协助劝 一个所谓南部的校长级的人物 最后到了十九号那天 宣布前的前一天晚上十点半 那个人说不要了 马上林瑞雄就上阵了 那这里面就第一个疑点就出来了 如果这过程中 宋楚瑜是全台湾 他不但是最精明的人 他还是选过总统最多的人 那选过九六年的时候 他就帮李登辉选 两千年的时候 他自己美国的五栋房子 他吃了多少苦 两千零四年的时候 他要亲吻土地 证明他爱台湾 两千零六年的时候 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全部台湾议题是什么 陈志忠 你要不要当美国人的阿爸 然后阿公 然后再过来两千零八年 绿卡 宋楚瑜美意必语 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国籍的事情呢 结果他自己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他这么糊涂呢 然后选了林瑞雄 然后那当天二十一号 去宣布说是林瑞雄 如果宋楚瑜这么清楚 真的是林瑞雄要选到底 他也知道他有双重国籍 马上就是二十号三天下午 就到IIT去了 对呀 然后就处理了 然后现在就不会有什么 两个月的问题 二十三号的时候 就把他拿出了这一张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美国人 一切问题都没有 不 我要这么想 那个时间已经非常赶了 那个时间已经是资猪必较了 这个美国国务院 不是你压开的 现在美国国务院 有一点意见 你那个时间就完全不能控制了 所以照理讲 你应该是在 我二十号 二十号下午就去了 不 我觉得你合理是 十九号就应该去了 你十九号就应该办你这个程序了 如果我今天提名题 我不是二十号才 你才确定你出来 十八号十九号 你这个人就已经确定了 十八十九 你就应该去办这件事情 我搞不懂 为什么拖到二十七号才要办 对 二十七号去就算了 然后后面 到了今天为止 然后如果说是一般来讲 像黄少廷 五百五百四十天 你知道这个有风险吗 那不管怎样 那你应该后面 我们也没看到说 积极向AIT询问的动作 你的公文送出去了吗 积极向美国请求协助的工作 也都没有啊 所以到了现在为止 他当那天只有黄三三讲说 只有二十七号 但是拿不出这张的时候 大家当然会讲说 你有没有这张 你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 还是说 你这个是你最后的筹码 最后的下台阶 好 其实我跑政治二十多年 我只是学到一个经验 千万不要相信政治人物所说的 政治人物所说的 真假难辨 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我看到的证据 我看到的证据 我才相信是真的 我们看到昨天 黄三三你是个律师 你真的有这么丰富的司法经验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一个政治人物 去欺骗台湾人民 是多么可耻的一件事情吗 难道清平党从上到下 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不知道说你宣誓的开始 只是一个过程的起端吗 你要真正拿到了 国务院那张声明 你才会真正完成了一个 放弃美国籍的身份吗 好 那 敬平 我们看到真的 今天清平党做所有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真还假的了 看到他们提名的时候 孤成孽子 没跟哭成那个样子 搞了半天 他可能都是一场假戏 都是骗的 当时我们透过新闻画面看到 宋楚瑜跟这个林瑞雄 还有甚至清平党副主席 张钊雄都陪同 他们送了四十多万份的 一个联署书 这号召了几十万的群众 支持他们 联署他们 要把他们推上总统的宝座 签了那个联署书 然后带着一百三四十项 联署书到那个宣委会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当时宋楚瑜呢 喊的是情绪激扬 整个那个孤成孽子的悲壮心情 我们看到新闻画面 感觉那种震慑的力 非常的让人家感动 就让宋楚瑜喊到 这种是情绪激扬 他说我一定会参选到底 他再次宣示 告诉国民党 他的一个决心 他不是玩假 他是真的要参选到底 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林瑞雄 笑的是非常的灿烂 然后清平党副主席张钊雄 他在一旁呢 几乎都感动得一度落泪 他真的是 可是因为你看要在短短的几十天当中呢 能够取得这44万份多的联署书 真的是得来不易 所以当那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那种孤承孽子的愤慨心情 可是今天在这个双重国籍 林瑞雄这个 还有美国国籍 疑似这个问题爆发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 面对这个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刚刚我们讲过了 宋楚瑜要找一个副手搭档 这个是一个严肃性的问题 他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亲呢 中间我们印象也很深刻 传出不少交易的筹码 好像一个交易 希望让宋楚瑜能够退选的一个条件 比如说呢 国民党是不是可以让亲民党三席 四席不分区立委给亲民党的一个名额 后来甚至传出有11席 甚至我们前一阵才看到 中国新华网甚至传出说 宋楚瑜啊 他要去做民进党的行政院院长 隔魁哦 连这样的传闻这样的一个交易 作为宋楚瑜不选总统退选的条件都能够传出来了 叫我们如何去相信一个政治人物呢 所以当宋楚瑜他没有不能说没有考虑一个副手搭档的一个后果的严重性这个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他选择了这个有双重国籍问题的这个林瑞雄之后 你想想看到底是他们轻忽了林瑞雄这个双重国籍的问题吗 不是这个双重国籍的一个争议 然后明知有争议他还是在所难免 然后他还是抱着闯关的那种儿戏心态 还是说他其实已经预留了伏笔 预留什么伏笔 就是其实在为自己安排一个楼梯下 就是不选总统的一个楼梯 然后呢 符合我们刚讲的这种国庆之间的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交易的条件 其实他早就为了自己一个搭了一个不选总统的一个楼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宋楚瑜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到底有没有诚意呢 郑如同宝杰哥你刚讲了 政治人物啊 真的讲的话到底可不可以相信 好那温神 我跑新闻那么久 我最讨厌这件事情 别把我当笨蛋 别把我当白痴 好像你随便呼噜我 随便宽我 我就要相信你 就要顺着你政治人物的逻辑去 我今天看到清兵岛 今天他们堂而皇之去讲这个 所谓放弃美国籍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就把天下人当笨蛋 把天下人当白痴 台湾经过这么多年的选举 难道对这个程序会不了解吗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 宋楚瑜到底选真还是选假的 宋楚瑜应该是选真的啦 因为最近刚好 我有个朋友从纽约回来 那他跟宋楚瑜副务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位朋友就是过去新闻局 驻日的新闻组长张超英 那张太太 她上礼拜 跟宋太太 因为刚好都同一家医院 所以从下午两点聊到晚上九点 那么他给我的一个 一个讯息是说 那么宋楚瑜太太 陈万水对他讲 就是说宋楚瑜这次参选 外界普遍认为说 好像他是一个大内高手 好像随时会以退为进 以进为退 大家搞不清 但是呢 他认为说宋楚瑜这一局下去的时候 他认为是完真的 那前不久也传出说他可能曾经希望是到湖南去当省长 复制台湾的经验等等 像这些船员 对绿营的人来看 因为最主要是李登辉先生曾经公开赞扬过宋楚瑜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行政人才 那所谓行政人才 当然一般大家想到的就是行政院长 而且大家也很清楚宋楚瑜在过去他曾经两度希望能够出任隔魁 可是多功亏一篑 所以呢 我想对于中国那边来想 他们认为说今天宋出来就是摆明让国民党在这一次选举输了 输了之后呢 绿营重整的时候可能会复制阿扁那个时候的唐辉模式 我们都知道唐辉就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第一任的隔魁 虽然只做了一百多天 但好歹就是唐辉入阁了 所以对于中国他们的叛读啦 就是说觉得宋会不会是紧接着这个唐辉模式 那对绿营的人来讲呢 绿营其实对于政治 他们常常有一句很好玩的一个台湾话 大家没收起来 你如果挺我 比如说你在政治现金方面 到时候我会加倍奉凡 你如果是在选举的场合里面 你的这个条话卡或者你的这些支持者来听我 大家到时候都没收起来 都会加倍还本 你听说如果真的这样子 因为宋楚瑜的参选 让蔡英文当选的话 大家也没收起来 该还的一定会还 好那创下 现在大家就要问说宋楚瑜今天 大家觉得如入无礼物中 他当时要不要选 现在选不选得下去 怎么都会变成这样扑朔迷离 其实不只是我们外面人不知道宋楚瑜 到底选真选假的 连他所谓的子弟兵都搞不清楚 他是选真的还是选假的 这位何启胜是我们新闻界的前辈 也是我台大政治局的学长 他在十五号的时候在脸书上说 他不参加亲民党的征召了 可是事实上是在十四号的那一天 前一天晚上我刚刚同台 我们在私底下聊了很多 他才终于逼出了这五条 所谓他实在热忱不如宋楚瑜席选的这个热情 但是事实上我们当时在讲的时候 从八月的时候找他谈 然后说要补助金钱 没有啊 然后他就是在住在领口的这个选区 那宋楚瑜有没有找你常常跑啊 没有啊 那有没有他们这些秘书长有带你跑啊 没有啊 所以才说原来你们是放山基 所以呢不只是这样子 宋楚瑜第一波出来的时候 他讲说要选要怎么样 这提名的十个人 现在呢 刘文雄到底是什么身份 是不是第二波提名还不知道 然后呢 只剩下陈正胜天天的 我们常常跟他同台 李敖呢也是天天同台 其他的人呢 李建南偶尔出现 其他的人呢 都没有了 而这个时候 尤其是这个东西 最关键是什么 那是联署刚过四十四万 中学会确定的时候 那不是要全军大军出发了吗 他告诉你说 我们不选了 树倒胡春帅 而这种过程中的放山基的惨状 就让我们想到了当年 前立委吴子 指称宋楚瑜的一个外号 宋盘雷 什么都盼 他曾经是李登辉最亲密的 帮李登辉清扫一遍 但是呢 后来呢 跟李登辉翻脸 然后他曾经呢 就要跑去跟陈水扁勾勾搭搭 所有东西包含是现在为止 到今天为止 四十四万的联署选民 宋楚瑜要选不选 你为什么找了一个 可能不会成为候选人的副总统 宋盘雷 又让人家觉得 什么都可以判 什么都可以背叛 好 我们看到知道 在选举当中 国家认同的问题 你的国家资格的问题 是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甚至连 马恩就在哪里出身 算不算是符合 有选举总统的身份 都被拿来精挑 等于说放大来检视 宋楚瑜怎么会不知道 怎么会找了一个 在国旗问题上 有这么严重的瑕疵 而且你有严重的瑕疵 你还不赶快急着去补救 大家真的看不懂 我们继续下回来 我们这样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在上个礼拜 马恩就因为那个情势 非常的危机 赶快展开了一系列的 清理战场的动作 其实这个盛智人 请辞获准 老龙年金从三百一十六 增加到一千元 同时丢出一个 社会认为漂亮的 不分区名单 到了这个礼拜里以后 你就看到了 整个国民党的攻势 都出来了 特别是当民进党 指控马恩就跟 所谓的主头见面 甚至收受主头 三亿元的政治现金之后 马恩就过去说 他总有不能告人的 他也都开始告人 甚至国民党今天 还用半版的广告 进行反击 我们来看这报道 国民党发言代表马总统大动作提告 博士总统密会组统指控 是个一天来于再出招 在各大报刊登广告 大大的标题写着 把国家元首抹黑了 看英文就清新了吗 成清的结果 民进党依旧不管我们成清 他还是依旧持续 照着不实内容的指控 一直在传播 造成社会大众的一些误解 所以我们唯有立即的做成清 甚至于不得已提起诉讼 全前倒数这场官司 让蓝绿战火一触几发 当时新闻来时会 陈俊一带报道 好 那这个细平 过去我们都知道 到了选举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才会进入巷战 进入歌喉战 进入那种肉搏战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开始了 保健理当初有个形容太正确了 就是说你说 就是马英九会主头这件事情 民进党 薛南大夫搞得这么大 是欺伤犬 他跟陈寅住这么好 他一拳打出去 他自己会受伤 但没关系 只要能够重创马英九 我受点内伤 无所谓 这他的重点 欺伤犬 对 现在国民党知道了 国民党先用乾坤大螺仪 要把你的欺伤犬 伤我的乾坤大螺仪弄掉 注意他告民进党 意思就是 我把事情扩大 要让你们确定说 这是个假的 这是个假的 这是假的 他的意思就是 假假假假假 用个假来乾坤大螺仪说 你看民进党抹黑 告了之后 还登这么大的广告 把国家元首抹黑了 蔡英文就清新了吗 他全部就在这抹黑 你看他一开始就是 提假录音带 周美清偷报纸 走路工事件 非常光洁 他就要把这些事情 跟这些事情绑在一起 说这是个抹黑 所以他就让 这整个事情变成说 你看 这第一个是假的 第二个是抹黑的 他前往大螺仪 把我没有受伤害 你受伤害 而且他们这次 打了一个真的高招 当初很多人说愚蠢 你自己为什么要说 2008 2009年 你见过陈英柱 国民党说 为什么周刊 其实周刊可能 早就掌握着资讯 周刊为什么没有报道 因为第一波先说 就9月10号 然后民进党在那边攻 你不承认的话 你不承认的话 我第二波一出来 有照片 因为那两次见面 是在公开场合 马上有个陈英柱公开场合 我跟你讲 取了照片怎么不容易 就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跳到第二波一出来 有你们见面的照片 跳到黄河 你再讲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先出手 我先说 我见过公开场合见的 那你现在 假如你照片再出来 你还搞这个干什么 而且这个厉害 现在逼着 一周刊这种 那个社长裴伟说什么 说什么 民进党讲了三亿 我们一周刊没有登 我不认那三亿的账 三亿的账我不认 我不认 那跟我无关无关 你知道现在赢造成这样 就等于是一周刊都跳出来 我要跟你划清界限 不是 帮马英九 不是不是 我觉得他要跟绿营的划清界限 而且等于帮马英九说明了 没有这三亿 那马英九告得更理直气壮了 所以他这个出 现在这个国民党 现在出招越来越厉害 而且更厉害 记不记得 对马英九选情伤害很大 一件事情是什么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 说蔡英文 蔡晓英 蔡晓英 吕罗宾汉 吕罗宾汉 这就很严重了 马英九很在意这个 记若福清 你记若福清 我不记若福清 好 台中央副市长 前立委 徐忠雄 就要戳破 这个蔡晓英 吕罗宾汉 对 他出来说 记得当年 卡债卡卢的问题 落得天翻地覆 多少人被银行追缴 卡债卡卢追不出来 对 那个时候民党执政 蔡晓英 写政院副院长 是 那徐忠雄提出了 推动消费债务清理法 债务清理法 就是把卡债卡卢 想办法把它清理掉 然后让人民可以过火 结果来 蔡英文找了件什么事情 他找徐忠雄 到他办公室 到副院长办公室 吃便当 给他说 请你不要再推动这个法案了 这个法案 你如果推动成功 银行会倒一半 而且他还给他交心 蔡晓英说 如果我是学者的话 我可能会支持你这个 但是今天我们政府官员 我只能站在银行这一边 他不是罗宾汉吗 也就是说 他没有跟大家卡卢卡债 站在一起 这些卡卢卡债 老实说 还不出卡卢卡债了 大部分都是 比较没钱的 弱势的 那他跟银行站在一起 所以你看 现在马上有阵营 看在出招了 一招一招的 把你的形象给破坏掉 好 当然之前在谈到了 卡卢卡债的问题 很多人直接都要说 你们活该啊 你们明明付不了 那样的一个贷款 你干嘛去借那么多的钱呢 但你要注意 现在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子 你看到其他国家 他们相对也去质疑银行 你在这个做的 这个真性的过程 你在合发的过程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说 这个对方 他才刚刚毕业 他没有任何经济能力 他没有办法来还你这个钱 可是你就怎么样 你就仗着 你可以找黑道 你可以找这个讨贷公司 你可以找逼他还钱 等于说 你仗着你有国家机器 去对付这样的小老百姓 因此这些卡卢卡债 到底还不还得了钱 就不见得是他个人的问题 这些银行当时 是不是有故意 去夸大 他的广告效益 这些银行 是不是当成那个 邪恶的恶魔 引诱这些人犯罪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人在讨论 很多国家也在讨论 这样的状况 好那创下 刚刚提到的 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 怎么会有人知道 马英九的行程 怎么会有人知道 马英九跟陈玉柱见面 怎么会有人把这事情 给暴露出来 而且怎么会有人 把这件事情 跟三亿又连接在一起 这个案子是很好玩的 是说好像是有人 要刻意地把它铺成 是马英九版的行票案 让马英九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然后最后就垮掉了 而这个故事呢 因为讲到新票案 就会想到宋楚瑜嘛 而这个故事的源头 还真的跟宋楚瑜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确实在宋楚瑜的场子 这个大概是几个礼拜之前 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 亲民党的一个造势晚会 一个造势活动 那造势活动上呢 有一个南台湾出身的 当过议长 副议长 立委的 然后过去呢 也是刘泰英 八楼招待所的常客 一个姓周的 一个前名代 就稍微讲了一件事情 马英九曾经见过 陈寅柱这个大哥 这个事情呢 就讲了 那讲了以后呢 有些人就听到了 收到 所以收到之后呢 绿军 菊军 还有媒体 就是义州刊 三方 三军齐发 那里面呢 各种路线 就开始去铺陈 一个故事 有一个媒体人呢 大概在两个礼拜 在会碰到 我们就讲说 会有大事情发生 马英九有个上亿的案子 会拼抗 但他没有讲主头 那上个礼拜 就义州刊 他又出刊前的那个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 也是很喜欢指导后进的媒体前辈 名罪前辈 又告诉说 义州刊 将有大事 将是那一个马英九会见主头 但是他没有讲到上亿 然后到了义州刊 一出来之后呢 那出来之后呢 就变成了是 民进党这个梁文杰 就是被义州 马英九告的 他就讲说 他可能是 这到底是听错还是怎样 他就讲成三亿 而且还说二十四小时 你们要小心 不然就会好看 就这样子 撲出来 那在撲出来的时候 就刚刚讲的 他要引马英九入 用一点 你讲一点 我批一点 你讲一点 但是马英九呢 因为零八年被他们打过了 马英九知道说 我被你引军去就完了 所以马英九就直接的 全部抛出来之后呢 现在变成这三方人马 这个新票案 好像玩不下去了 本来要引军入用的 就他们现在变成 有点作茧自负 现在在里面 要想办法自圆其说 我们看到我们听在的 所有的消息 都认为说 他们做了一个前提的判断 这个前提的判断 是马英九过去的性格 就是他会退缩 他会不理这件事情 然后当着这件事情不存 不存在 碰到问题的时候 碰到人家问他的时候 他只会谢谢指教四个字 可是没有想到 马英九居然以他总统的高度 竟然就告了 而且不是只有他告 他告了 黄敏慧告了 连陈英柱的告了 大家有点什么 火力 成为一个火力网 每个涉入其中的人 都脱身不了 也就是马英九把战线 往前挪了以后 让对方没有办法 再挺进进来 好那文森 刚刚讲了 一周刊这个关键人物 他说没有 我们只有讲他见面 可是我们没有讲 那三议员 那三议员到底 怎么跑出来的 这三议员 当然现在众说纷营 不过如果说追本溯源 应该是民进党发言人 他丢出来的一个震撼弹 那三议员其实不得了 如果说就一般 玩这种赌注的人来讲 不应该是马英九提供 就是说他去跟他募款 而应该是由马英九下注 他旁边的一些人下注说 希望你这个大组头 能够压我国民党大胜 而且三议这个怎么会冒出来 我是觉得单单一个宋楚瑜 这个金钱风暴 新票案是两亿四千万 就把他的总统梦断送掉了 你现在一个三议 虽然说多不多 但是总是对马英九 传统以来给外界的形象 完全是负面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 他是见机礼局 他用那个八爪仪的广告 你看他就是说 把过去民进党曾经指控的 一件一件通通把它条列出来 这个反扑方式会凑效 那特别是三议这个放话者 好像现在人家人间蒸发了 大家找不到 所以民进党其实你如果说敢讲这一个话 不要说等一周刊来跟你切割 你应该再提出更多的讯息 而不是说好像就保持肩膜 就让他传过水无痕 因为选战达到最后 这不可靠的新闻来源 新闻界绝对会最到底 对不对 尤其是这种故意误导的 而且违反大概逻辑 就是说一般来讲 你跟这些主头的接触 如果说是马 要对方捐这个募款三亿 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是好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 政治物在中间几乎都在瞒天过海 那对于国民党的部分 上个礼拜甚至人请辞之后 大家会觉得梦想家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告一段落了 罗志强居然突然的请辞了 另外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他说花了这么多的钱 他事前完全都不知道 你相信吗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好本来大家都以为说梦想家这件事情 花了两亿一千五百万 只开发了两个晚会 这件事情随着圣志仁的请辞 应该告一段落了吧 不并没有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拿出一堆文件 证据民党发言人排排座爆料梦想家 眨两亿 马无根本没被蒙在鼓里 圣志仁可是跟马英九总统 你去做报告的 到中国国民党的中常会去报告 党政不分 内神又痛快鬼 根据民党提供的资料 明明梦想家的巨码 要到九十九年十月二十号 才正式启动招标程序 不过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仁 却早在同年十月十三号 国民党中常会就亲自跟马无报告 梦想家内容戏目 正是指明还要给赖身穿 认为整件事情马无说不知情 根本就在欺骗外界 言名嘴陈文倩都开码 要花十七亿的预算 我想总统府 基本上有他们的想法 也应该承担在这个事情里头 他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 陈文倩说早知道 民进党也说早知道 到底马无是不是真的 早就知道 不对低调不回应 毕竟梦想家才 送走一个文件会主委 何时才能终结外界疑虑 马无可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看到甚至人请辞 照理讲这件事情应该要告一段落 怎么罗志强又跟着请辞了呢 主要是政府今年为了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他编列了大笔的预算 新台币三十二亿元 让这个今年可以举办更像是建国百年的一个庆祝活动 那民进党他昨天就开始质疑说 这些包括建国百年基金会 还有像文件会各部会在内编列的预算 都是浮编 要不然就是浪费 结果呢 刚好我们昨天看到说 罗志强他现在升兼了另外一个职务是 马无竞选总部 也就是马办的副执行长 副执行总干事后 执行副总干事 他现在他昨天就突然主动散辞 辞掉什么 辞掉了建国百年基金会的董事的职务 罗志强是说啦 他是之前以中央社 中央通讯上他是副社长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担任这个剑白基金会的一个董事 所以后来昨天在民进党提出这个质疑之后 他就立刻辞职 在这个梦想家的音乐剧争议之后 我们看到前文件会主委甚至人他下台负责 这个争议就结束了吗 其实好像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结束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剑白基金会 媒体就把他披露 难怪被人家质疑里面都是马英九的人马 马悠悠 包括什么 像曾志朗新的文件会主委 还有像蔡施萍 还有像杨渡以前的国民党文传会主委 还有像罗志强 昨天他辞掉的这个董事 包括甚至像严凯泰 都是马英九的好朋友 马悠悠的这些人 那剑白基金会呢 他其实民股占百分之五十一 官股占百分之四十九 感觉就让人家质疑说 他好像在企图逃避国会监督 那再加上陈文倩这两天也爆料 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天报纸也有提到说 这个梦想家音乐剧 甚至人为了这个事情 他下台负责了 但是马无事前到底知不知情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在 甚至人下台请辞之前 那个行政院长吴敦毅 他是说编列了2.15亿元这个预算 他觉得他也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编 但是从陈文倩的这样子爆料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说 原来甚至人下台 他只是一个戴罪羔羊 马英九 吴敦毅事前都知道这个事情 吴敦毅事前也知情 那如果他知情的话 他还会讲这样的话 那不是太假了吗 所以呢 讲到这个三十二亿元 从建国百年基金会看这个活动后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马英九当时他还嫌这个三十二亿元还太少了 他是说才高雄市运的六分之一 才是台北听奥的二分之一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建国百年这个基金会 他们预算这样子编 人家有质疑说 你包括在台东 我举个例子 在台东盖一个保商亭 六千七百万的预算 他为了盖一个那个地标 他就要把原来台东那个保商亭给拆掉 结果当地的民众在网路发起串联 才保住了那个保商亭 结果呢 他还是要在台中的另外一个滨海公园 去盖那个花心台币六千七百万元 去盖那个建国百年的纪念地标 理由只是为了消化预算 不是这样子编的吗 所以难怪人家会质疑你预算这样子浮编 32亿元这个新台币预算 可以用来做什么 帮大家算一下 让全国二十二万六千人 学童吃两年营养午餐 然后呢 补助全国十万八千户 低收入户呢 每户可以分到新台币三万元 还有呢 如果这三十二亿元 还可以用来做什么 让十四万五千多个青年 就业补助每个月 两万两千多元 所以建国百年基金会 他这些钱包括这三十二亿元 这样办活动 不把老百姓的钱当钱来乱花用 还不如设法去把这些钱 拿来缩减贫富差距 好那创下 马英九 吴敦义 真的不知道这个钱 到底当时编列多少吗 马英九会不知道吗 在去年的八月二十号 就在总统府建国一百年 跨连纪元代 马英九 吴敦义 肖万常 还有王金平和 甚至人 一堆人在那边 开了这样一个记者会 当时马英九说 三十二亿不算多 比次廷奥的二分之一 高雄奥运的六分之一 他还讲了一句话 感谢吴院长 罗出很多经费 所以如果这个马英九 知不知道是三十二亿 当然知道 吴敦义知不知道 不然吴敦义不知道的话 吴敦义怎么从各部门里面 罗出这经费来办 但是后面的问题呢 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说 这个问题还不会刷 是因为三十二亿下去 刚才讲消费预算 消耗预算嘛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我听到很多 艺文件朋友在讲 刚开始的公告招标 但是呢 你要的团体呢 自筹百分之五十一 所以自筹百分之一 我哪筹得到啊 所以就没来 但是慢慢的呢 建百基金会的很多人就 因为钱在那边 到处打电话 你要不要来投标 所以现在就是 接下来你要不要来投标 这个故事恐怕还有很多 我们看到建国百年是蛮有一个重要的政绩 他是一个他重要推动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目标 是他在宣扬他的治理的一个成绩 刚刚提到了 他自己出来开记者会 而行政院要来办理 如果说你花了这么大的精神 你这么重视这件事情 而这个钱 你居然不知道怎么花的 不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花的 你的行政院长也不知道怎么花的 那我们只能说你真的是无能 我们休息一下 如果我们国家很有钱 今天要庆祝国家的这百年的庆典 我们也就认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钱 庆祝国家的百年庆典 台湾的人民看了非常的高兴 我们凝聚了国家的相信力 那我们也认了 可是今天办了这些东西 大家都觉得这个戏演得很烂 这个钱花的莫名其妙 特别是今天在国家财政 并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下 花了这笔钱 我们怎么会甘愿呢 那所以谢平 如果今天我们把国债摊开来看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 国债到明年的时候 可能会突破五兆 不过我今天要讲一下就是 今天蔡英文有个非常重要口号 其实国民党 最近也在出招了 所以国民党最近招数是不断 蔡英文口号很简单 说马英九三年多 国债增加了一兆两千亿 陈志愿八年才增加一兆两千亿 所以将来如果我当总统蔡英文 四年赤字减半 八年收支平衡 这个什么国债增加一兆两千亿 通通没有 今天国民党出来说了 第一个国库署署长说 其实马英九三年多 只有增加九千四百亿 所以跟蔡英文说的一兆两千亿 是抹黑 这是一个初级 然后李素德就财政部长 也出来说了 说阿扁四年多少 一兆三千八百八十亿 就阿扁四年一兆三千八百八十亿 比马英九多很多 好了 这是第二个 就说阿扁四年的时候 其实比马英九增加国债增加多很多 第三个 今天就来问说 蔡英文你四年要赤字减半 八年收支平衡 你怎么做 你只有两个图信做 一个就增加税 你会不会增加税 不会 第二个就减少公共支出 减少国家支出 紧缩开销嘛 那你紧缩开销 失业率怎么办 就业率机会怎么办 现在马英九九千四百亿 就是因为 它要扩大公共开销 创造就业基地活续 活络内需产业 我才花这么多钱丢下去 才增加九千四百亿 如果你怎么样去八年 让收支平衡 那你什么事都不做了 要征税 那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现在国民党就初级 在钱的上面 也跟民营党支出比较 如果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你是建国百年花这么多钱 建国百年里面的人 都是你自己的人 你的好朋友 你怎么会不知道 这笔钱怎么花掉呢 因为今天大家很清楚 我看到的账 我看到的账 我看到的东西 对我最有感受 对建国百年 是总共这一年 就这民国一百年 是三十二亿 三十二亿其中一半 是民间投资的 因为超过一半是民间投资 所以基本上建国百年的筹备会 它基本上定位 是个民间组织 我知道它是个民间组织 但是你不觉得 它从一开始 就把它定成了一个民间组织 齐心可诛吗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欢迎收看关键的请客